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侧面它将充电口设置在了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看一下 像一些习惯于倒车入库进去充电的用户来说呢 我们希望厂家能够给到我们的交流充电线更长一些 然后是它的轮毂部分 它轮毂部分采用的是双拼色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话轮子在转动起来的时候就会显得更有动画的效果 这个样子的话就这样静态地看也像花瓣一样的 C2采用了这样的龙鳞饰板 有种波光灵灵的感觉 这样的设计在Song Prodmi上也有用到 尾部同样采用的比亚迪的家族式设计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辆车 从比亚迪的身上传承下来的吐槽点 首先是我面前这个小小的 并且黑边还超级宽的仪表盘 另外是它一如既往的旋 可旋转屏幕 咱们看看这个地方 甲状线的脖子是咱本邦一直吐槽的 它在这里也一直都有 另外它在中间也是打造了比亚迪 比较传统的龙须的这样一个线形 它这里面是采用的云雾纹理的表皮装饰 但是怎么看怎么都像双下巴 另外咱们来看看这辆车上又新增了哪些新的槽点 这辆车的设计师可以说是完成了他的健身房梦想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像握力球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它是什么呢 从这里直接开门 它是开门和音响的这样一个集合 然后你手放在这里吧 会忍不住动 离动吧 门就开了 另外咱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像健身器材上的握手一样的 接下来咱们看到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说你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 你看它像不像放CD光碟的一个地方 另外它像不像雅宁 咱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拎起来在这练练 其实呢它是空调出风口 并且它这旁边设置了这样的滚轮来调节风量的大小 这样的设计可以说是劳动非常的清晰了 接下来咱们还要谈谈这个位置 本来它可以将它做成一个纯平的大气简单干净的一个扶手 但你看它呢 它现在在这上面给你加上了一一二二三四 嗯很多条跑道 然后就很像家里面闲置的跑步机 挡霸部分采用的是游艇式的挡霸 藏用于一些飞机上 然后这就感觉它是在强凹它的科技感了 这辆车啊 它不仅有猛男的一些运动感在 它还带的有摇滚青年的纹衣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看这个地方 它把吉他贝斯搬上了这里 这里是可以弹出DoraE Mi的 弹得不好不怪我啊 是它音不准 既运动又文艺 这样的内饰你爱了吗 这台车呢 它同样搭载的是DNIC 4.0的智能网联系统 咱们之前也在SOM PRODEMON I上试过了 实用性和趣味性都顶呱呱 现在咱们是做到了这辆车的第二排 这辆车它的轴距是2720毫米 比SOM PRO还多出了8毫米 咱们来感受一下它的空间 腿部空间有两拳多 然后头部空间也是有一拳多 三指的样子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座椅啊 座椅它的支撑性还是比较不错的 腿部支撑呢也非常的充裕 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个地方 它地台是纯平的 咱们坐在中间 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另外咱们来聊聊这个座椅的配色 它是比亚迪非常喜欢用的蓝白的 这个一个显得比较高级的颜色 另外呢 它的这样的配色之外 还采用了红色的缝线 它这样感觉就是比较的年轻化运动化 这辆车呢采用的是泳磁同步电机 它的最大功率为150千瓦 最大峰值扭矩为310牛米 搭载的是刀片电池 并且有430千米和510千米的续航可供选择 原普拉斯它的价格区间呢 在13.18到15.98万元 算是填补了比亚迪 在这个价格区间中的空白 也补充了它的产品矩阵 原普拉斯它保持了比亚迪 一如既往的实用性 并且它就在其中进行了 大胆的设计和改变 我个人认为是 不怕它不好 怕的是它不变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大胆 喜欢这样改变的人呢 不妨关注一下这辆车